北韩今天通报了单日新增超过13多万人的发烧病例 那么同时没有增加死亡的病例数 在医疗匮乏的情况之下传出了北韩当局劝导民众 利用来兼筑柳叶搭配食盐水的漱口的传统方式来对抗疫情 甚至鼓吹民众不需要接种疫苗 那北韩对于疫苗的态度其实是一变再变 一开始认为打疫苗是有用的 但不过到一个礼拜又说打疫苗是没有用 现在北韩的人民蛮辛苦的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结束了与日本澳洲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后 在晚间搭乘了空军一号回到了美国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四国领袖都同意在未来的五年对印太地区的基础建设 要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作为目标 日媒更进一步地指出 这个举动是为了要对抗大陆所提出来的一带一路 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首表示 美日印澳四国是为了要实现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 并没有以特定的国家作为对象 随着网络跟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公共电话亭是越来越少人用 在美国的纽约市今天拆除了最后一座的投币 是公共电话亭也跟旧时代告别 公共电话亭是很多人心中的回忆 但从2000年的初期电话亭就逐渐地在纽约街头消失 紧接着因为智慧型手机的使用率是爆炸性的成长 所以电话亭消失得更快 而最后一座的电话亭是位在纽约地区大道的转角 它的拆除也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旺旺水神它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跟病毒细菌 作用之后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物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